关于秦国委会见博恩斯大使呢 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稿 你提到的有关问题在消息稿当中啊 也有明确的阐述 我愿意借此机会呢 向大家再做一个介绍 秦刚国委员表示 美方应当端正对华认知 会不会理性 扣好中美关系的第一例纽扣 在两国各自更好发展中彼此成就 不能一方面讲沟通 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必须尊重中方的底线红线 停止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尤其要正确处理台湾问题 停止继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要坚持以冷静专业务实态度 处理两国关系中的意外偶发事件 避免中美关系再受冲击 要在相互尊重对等互惠的基础上 推进对话合作 希望博恩斯大使在中国多接触 多交流 多思考 做中美间的纽带桥梁 做出建设性的努力 最后満掉点则